你的其中報告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就是一次有檔案 你要把上課教的函數跟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所以我至少要看到你要有這些東西 OK 不過也有一種狀況就是 你的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其實也不需要用公式 如果不需要的話 你可能就是在心得裡面稍微說明一下 其實剛好不需要 不過最好吧 你可以如果想辦法把它變一下 因為其實像我們那個住宅切章間 我們是找了三個主題 一個是歷年 歷年所以要多一個年的欄位 第二個是哪一區 有沒有 所以把區變出來 第三個哪一條路 有沒有 所以就多一個路接到 那當然你就是自己再去想辦法 把那個可能他提供給你的資料 把它這個切割某部分資料到另外的欄位去 然後再利用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做一些圖表的呈現 用視覺化的方式 除了這個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剛好顛倒 你的資料可能是三個欄位結合在一起的 結果也可能 反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你們就試情況來做彈性的應用 OK 然後最後的話可能就是說 心得部分的話就是講一下你為什麼選這個題目的原因 OK 原因何在 稍微講 我剛剛提到就是 如果你想他是被偷 那你想說避開嘛 像之前還有同學做什麼 因為他租房子 他想知道台北市呢 哪些地方租房子的行情如何 有沒有他統計的可能 各個行政區嘛 中政區大安區什麼什麼區 他就把那個租金的那個相關的資料下載下來 然後分析一下 他也不錯啊 所以他最後比較清楚說 將來租房子的時候 哪些地方是比較經濟實惠的 當然學生的話可能 也許沒什麼錢 希望找到那個 距離學校不要太遠 但是呢 價錢也不要太高 可能還有啦 也不要自然也好一點的 對不對 那當然你可能要做一點功課吧 不然的話你很難說找到合適的 不然的話就是有點像亂槍打鳥 可能就要從那個什麼 錯誤中學 或是要踩雷吧 有沒有 像以前如果沒有這些科技產品的時候 就是碰運氣嘛 運氣好的話 你可能就選對了 那如果運氣不好的話 那可能就變成有點 啊算了 反正就自己運氣不好 所以像以前我發現 在沒有那個Google地圖 Google Map之前 以前的習慣反正去餐廳吃東西 就吃吃看嘛 第一次當成是實驗嘛 如果是不好 現在就不要去對不對 可是現在好像比較不 現在進去之前先看一下 Google Map上面呢 到底幾顆星有沒有 那如果他假設 哇那個平等實在太差 當然連進去都不要進去了 因為他這個是雷區嘛 你進去等於是自己找麻煩 大概八九不離十 好像還蠻準的 而且很多人會評論嘛 但是有些也不準啦 有些可能就是說 比如說那家店老闆他會送小菜有沒有 然後我送小菜你給五顆星 有點像交易 那有些人就會反而為了這個 太小便宜吧 就把自己給賣了有沒有 就五顆星給他了 那你會發現那家店的這個評價好高哦 什麼四點九顆星 可是你去消費你會發現奇怪好像沒這麼好 好像生意很好 可是裡面的店員服務就沒有很有耐心 要不然就等很久等等 就覺得奇怪怎麼跟上面的反應出來的不太一樣 後來發現評論裡面都是五顆星都說 因為老闆有送小菜 所以我給他五顆星 很難怪 但是有一些差的都躲在後面 所以後來我學聰明了 我去那家 這個幾顆星當然是一個參考 我會先看那個評價最差的 倒過來看 如果這個評價差的你可以接收那你就去 像住飯店也是一樣 我會先看一下 比如說我比較不能容忍是太吵 有沒有睡不著 還有冷氣就是空調很差 我也沒辦法接受 那其他說可能服務人員態度不好 我覺得OK啦 你態度不好也只是check in check out的時候 會遇到其他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而且服務不好不是每個都服務不好 一定有好有壞 可是這個我覺得還 可能太髒也不行 對不對 那其他我覺得好像 所以有些時候如果他的平 而且你會發現大家不滿意的 大概都固定都是那些東西 對不對 OK 那你如果覺得OK 那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因為比如說你可能考慮到價錢 它便宜一點算了吧 反正這麼便宜你還能挑 你還能夠要求什麼 對不對 至少就是你有個睡覺的地方 然後有個洗澡的地方 對不對 然後也不要太髒 也不要太吵 也許你戴個耳塞好了 算了 OK 那就過了 對不對 有人都會自備耳塞嗎 像男生會打呼嘛 如果你去那個 那個青年旅社 背包客棧那也是一樣嘛 你就沒辦法要求嘛 你一個晚上幾百塊錢 你能 你能幹嘛 洗個罩 秀個叫 而且空間很小 你就休息 所以一定要跟 他們應該都有提供耳塞 反正就塞一下就好了 如果怕太亮 可能要自己戴個眼罩 對不對 那也就算了 就 不然的話你就不要出門了 你要出門就是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真的 後來發現金窩銀窩 真的不如自己的狗窩 還是睡自己家裡最舒服 因為每次我跟我老婆出去 他每次都說 我覺得還是住 當然就不要出門了 可是又很想出門 連假 比如說像這個禮拜連假 五天 你不出門感覺好像在浪費了 對不對 你又出門 你又要心理準備 第一個飯店非常貴 第二個交通非常塞 對 然後 所以你要做很多功課 那這些功課怎麼做 還是我要做 所以我要想哪個地方 OK 然後我要去哪邊玩 他說 很久沒去台中玩 OK 台中哪裡好玩 其實我的習慣 我是在YouTube上打 台中景點 然後排去一下 然後看一些YouTube的介紹 還滿不錯的 我覺得影片裡面 就可以告訴你去哪邊玩 於是 就有很多人介紹說什麼 去台中公園 所以這次我去台中公園 他說中央公園非常非常大 真的非常非常大 於是就去那邊騎個YouTube 繞一繞 然後看一下 風甲夜市好像滿近的 就從那個 中央公園就騎到那個 風甲公園 發現騎過去還滿近的 而且有YouTube真的太好了 我覺得 哇 台灣這個YouTube 真的 我如果覺得說全世界到處都有YouTube的話 那真的旅行就非常方便了 你也不用坐建車啊 比如說像中央公園到 風甲夜市 大概要兩公里 兩公里你可能要搭個建車 可能要大概一百多塊吧 可是你騎個YouTube過去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啊 OK 而且騎過去現在 台中是前半小時免費嘛 所以你騎過去也沒有費用的問題啊 OK 所以 這東西 這Ui真的還滿好的 那現在桃園好像一個小時不用錢 所以你只要到任何地方 有個Ui 找一下 Ui 那你就 借一下 那到處就可以旅行 真是太好了 然後 看一下火車 如果不開車的話 火車時刻表 然後 好像也滿舒服的 OK 好 那三個禮拜的話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上禮拜影片其實都在這邊啦 所以回去自己要稍微看一下 我放在那個 也就是Moodle上面公告 然後上個禮拜是第六次上課 那主要重點就是有四個重點 一個第一個是 住宅竊道 台北市的住宅竊道統計 那主要當然我們有三個重點 OK 第一個呢我想知道 歷年來的這個住宅竊道案件的數量 所以喔 應該關鍵字第一個是歷年 所以你要有個年這個欄位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一些簡單的統計分析 尤其用Excel的樞紐分析的話 反正我覺得最直覺就是 如果你要統計那個關鍵字沒有那個欄位的話 你就需要把它變出來 那變出來的方式 大部分就是把某個欄位裡面的資料 切割一部分過來 像那個它有日期 可是沒有年 所以把它切割 那區的話是從地址 還有哪一條路接道的話也是從地址 但是最難的應該是這個路接道 然後再來就是利用什麼 樞紐分析表 OK 所以樞紐分析表 目前來說呢 我們其實用非常簡單的 就是有點像把那個什麼 拖拉的方式 你產生那個欄位 然後從上面拖拉下來 拖拉下來 OK 它就出來了 那個表 那未來如果你要做交叉分析的話 那你可以多幾欄 反正你有那個欄 你就可以做交叉分析 比如說時間跟地點 這個時間 比如說中山區 我們是整個嘛 台北市 可是如果你想要知道 歷年來的中山區 歷年來的中山區 那你就可能第一個 你要把中山區獨立出來 第二個的話再去做圖表 那你有十二個區 那你會發現 十二個區就會有十二個統計圖表出來 那你可以看出說 到底歷年來哪一個這個什麼區域 它的住宅切道降得最多 有沒有 你可以比較看看 怎麼知道降得最多 看那個角度就知道 反正應該越斜 它的進步空間越大 但是如果 這個我想可以再自己延伸出去 就是說 所以你可以做相對的 比較複雜的分析 那 當然你們新的報告的部分 自己再延伸 其他的話就是會畫圖 那畫圖也是一樣 有三個表就有三個圖 那圖的部分 我們總共會是三種最常見的 第一個是折線圖 第二個是比例圖 就圓形圖 第三個的話就是直條圖 OK 然後其實這一題最難的就是 這個路接道 怎麼產生 那路接道其實也是用了 前面交過的三個函數 一個是φ函數 φ的話是找那個 你要找的資料的前面位置 就是再把它加一就可以了 然後幾個字的話 就是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剪掉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那就是知道有幾個字了 然後再用mid函數把它切割 所以 當然上個禮拜最難的部分在這個 當然建議你們回去 一定要從頭自己做過 因為你們有些同學可能自己 就是現場老師講 照著操作OK 可是很多情況下是真的 好像 常常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沒有上課 你帶可以做出來 但是你沒有帶好像就做不出來 好像有人帶 真的耶 好像你出去玩有人帶有導遊 那如果你自己去 還要迷路了 奇怪什麼 有人前面帶著走好像蠻OK的 那個人不在的話 那就會變成自己要隨時 要初一是最累的 不過也沒辦法 以後你們要自己學會 隨其應變 當然我們只是盡可能的舉一些案例 讓大家能夠了解應用 可是還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會發生問題 那這個也許你就可以 要不就是把之前的影片 稍微再複習一下吧 要不可能就是自己再稍微揣一下 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延伸 再把它變成VBA了 OK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也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那你們可以在雲端上面可以看到 雲端白板裡面的那個 我們是應該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的住宅 住宅切 但其實我之前上個有講到桃園的吧 OK 那桃園呢 其實它出來的資料不太一樣 一樣在開放資料裡面有台北市的 也有那個什麼 也有桃園的 那桃園的話出來的結果 這個是台北 這裡面沒有桃園 我本來把它改成桃園 你們可以試試看把它改成桃園的好了 然後 後面的話呢 我們接著要來看 如何把上個禮拜做的所有動作 都變成VBA 也就是說呢 上個禮拜所有的動作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按鍵 就可以玩 就是通通不用做任何動作 你只要把它變成VBA 那就可以把上個星期所有事情通通完成 比如說呢 上個星期 我來demo一下好了 這個是已經做好了 也就是今天 目標是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這三 這五個按鈕做出來 那五個按鈕各自有哪一些 我大概說明 第一個 把資料下載 欸 資料下載還記得吧 我們本來是到網站上面去下載 然後再把它打開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假設 你不希望 就是還要下載 然後還要打開 那其實 我們可以怎麼樣 利用VBA程式 欸就可以把它下載資料 資料下載下載 那怎麼下載啊 我先demo一下 那這個 下載完之後 其實我們又增加了 總共有一個 兩個 三個欄位嘛 所以你會發現 資料應該是下載的是 哪些 ABC嘛 然後D是後面插入的 然後D跟H G跟H也是後面插入的 那這幾個是原來的 那我基本上呢 按下這個按鍵的話 它會把舊資料先清空 我先把這個 設個中段點 這個是程式 然後我把字 稍微放大一下 所以今天的難度比較高 但是各位也不用太擔心 反正照著做 現在 這個程式 OK 那我先把它 先 設幾個中段點 因為這個程式一跑 就整個就跑到底了 好 第一步的話 基本上我按下這個按鈕 它做哪些事 第一個 它會先 幫我把資料清空 那因為呢 如果假設 開放資料 它會不斷 一段時間更新嘛 那更新會有新的資料 所以假如你的需求 是一段時間更新 重新把資料再下載 那如果你要重新下載 假設按照上個禮拜做法 你要必須到那個網站 然後再按一下下載 然後下載之後再打開 其實有點麻煩耶 那如果你用VBA的話呢 就很簡單 第一個喔 先清掉舊的 第二個的話呢 它這裡下 有下載 這個網路資料的這個程式 OK 它現在說Refresh 它就把資料下載了 但是呢 下載完之後你會發現 這邊呢 又缺了上個禮拜的那三個欄位 有沒有 年區跟路街道 所以啊 後面呢 其實我們就是要做什麼呢 VBA 做什麼 把那個年路街道通通都把它加上來 所以我這邊多了一個Core插入了 這個Core後面加了就是另外一個Sub 另外一個Sub 其實也就是說你可以把另外一個動作寫在另外一個Sub 然後你用Core的方法 也就是說你程式可以用寫在一起 你可以把它分開來 然後再呼叫它就可以了 那所以喔 你會發現第一個喔 我們就是可以插入 音色 所以這邊的話Color 音色 有沒有 插入一欄 然後呢 就把年加上去 然後把公式填上去 然後區的話呢 區在這邊 所以區一樣在這邊加一個G欄 OK 所以這邊的話就加一個G欄 有沒有 然後 把這個公式貼 加上去 然後再加一個H欄 然後 最後的話呢 最後的話就是一樣的方式 所以我把這邊把它Run完好了 那寬度不足的話 讓它調一下寬度一下 大概就是長這樣 這個就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所以第一個 下載完之後再插入三檔 這個是VBA 上個禮拜其實我們已經做過了 那今天最大的差別是 我們就不用塗法煉鋼 要把它變成程式 OK 所以難度應該是 增加蠻多的 OK 那上禮拜還有做什麼 上禮拜還有做 這個折線圖嘛 那折線圖也是一樣 你想說老師那折線圖 如果要重新再做過 也滿滿會時間的 有沒有 做完了 那下一步 如果要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自動產生的話 就這個 按下去它 它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樞紐分析表做出來 把樞紐分析圖也做出來 有印象嘛 OK 那差別是說 之前都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完成 那你要把它改成怎麼樣 按鈕完成 所以我們這個完了 然後再 比例圖 有沒有 這個比例圖出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 路接到 這有Bug 那我知道Bug在哪裡 應該是這個 Vership 我把這個Bug給拿掉 因為它這個版本部分 如果你有加的話 假設我在舊的版本 換到新的版本 它就會有Bug 好不好 OK 它就出現了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就類似長這樣 OK 如果說要把這三個刪掉的話 再加一個這個 它就完整了 OK 也就是要一個cycle 如果改天呢 那你要看新的資料怎麼辦 再按一下這個 它就下了新的 插入三檔 然後再畫三個圖 就OK了 所以以後你的工作 就是按按鈕就好了 對 OK 不過前提是你要把按鈕先做出來 那以後工作就輕鬆 因為你想要做一些 比如說你要做一些決策之前 你一定要先把統計分析的結果 先做出來 但是問題很多人 本來你要做決策的 但是卡在前面 沒有一個統計分析的結果 你就沒辦法做決策嘛 對不對 你要怎麼決定 比如說像那個治安要變好 一定要把警力用在對地方 警察就這麼多 你不可能說把它都放在某一個部分 你要怎麼知道哪邊放最多人 應該是比較恰當的 那你要知道 根據大數據分析得到的結果 OK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按照這個順序 不過我在想說 這個時間可能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也許看講到哪邊 就算 所以今天的話第一個 請各位先把上個禮拜的練習題先打開 然後我們待會兒 就要先從第一個按鈕開始 OK 老師你剛剛講的是 我們做按鈕的時候 不一定需要做那個BBA對不對 也可以用錄製聚集的 對 但是用錄製聚集的話 它還是需要做一個修改 不然你下一次跑還是會出錯 對 因為它那個錄製聚集雖然很方便 可是有的時候它錄製的時候 有的時候有些條件會改變 那改變的話 你如果沒有去把它修改成 可以改變的那個狀態的話 那你按一下 奇怪它就會有像剛剛那個有沒有 程式出錯 而且你要知道錯在哪邊 你要馬上把它改正 不然的話你按按你的這個夢夜 按下去跳出那個錯誤 你每天都要算出錯 你就頭痛了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 就有點像一匹好馬 你要騎上去 它還是一個 對不對 你要馴服它 不然的話你就被它馴服了 OK 好 試試看好了 先把上個禮拜的這個作業先打開來 然後相關的資料 你們可以參考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一頁 其實就是這個我剛剛秀的這個 五個按鈕 反正我們第二階段 就是要把剛剛 上個禮拜做的所有人工的動作 通通轉換成自動化 就是用程式幫我們把所有的事情完成 OK 那自動化當然 你要很高度的自動化 當然你就寫非常多程式 它就全部都自動化了 如果你只要低度的 你也可以把它寫 寫簡單的程式 反正至少 比那個完全不會程式的話 會更加有效率 不然的話很多人真的 工作裡面非常繁瑣很多動作 每天都再來一次 真的賴浪費時間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那些動作 全部都串聯成一個 有次序 然後有系統的一個程式的話 那其實工作就簡單了 OK 那你會發現剛剛我做的動作 其實跟上禮拜一模一樣 只是差別我不用做 我只要按按鈕就可以了 OK 好 試試看 先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有五個按鈕 那五個按鈕就是 象徵五段程式 那至於這五段程式 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謝謝你 謝謝 謝謝